15万左右的纯电SUV卖的最好的是原普拉斯还有埃安外 除此之外还有一款车它的名气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是一个月也能卖出个大几千辆 我说的就是哪吒U 今天我试驾的就是它的中期改款版本叫做哪吒U-2 新车主要是做了三方面的变化 一是新增了两款涂装 二是车机给你换上了8155的芯片 三是解锁了一部分的驾驶辅助功能 所以我今天也来验证一下这三部分的升级究竟做的怎么样 同时我也来对比一下老款车型在驾驶感受上有什么区别 新增的颜色一个叫做星钻魅影粉 一个叫做暗夜机甲黑 后者在命名上就彰显了一种直抵人心的神秘深邃与硬汉的形象 所以作为一个钢铁直男家理工男 我肯定会选星钻魅影粉 第二项升级就是它的车机配置了8155芯片 可能很多人会说8155在很多设计上已经普遍搭载了 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但是这款车只是一个价格只有15万左右的SUV车型 所以说我觉得能够配置815已经算是比较有诚意了 然后在反应速度方面 我觉得和老款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其实老款它的反应速度也不算慢 其实这个星钻魅影粉呢 你做进座舱之后会感受的更深切一点 整个座舱呢都是一个粉色加白色 还有一个黑色的拼接 它也配置了很多直男喜欢的配置啊 比如说这个非常大的护装镜 然后在中央扶手箱这块呢 也给你做了一个风高板 可以放你的粉饼啊 还有那个扩装的媒体 另外一款暗夜机甲黑涂装的车型呢 里边是一个全黑的内饰 同时配上绿色的缝线 还有碳纤维纹度的湿条 然后这台车的后排空间呢 算是它一个比较大的竞争力 我前排已经调到我正常的坐车之后啊 距离还是很宽敞的 尤其头部呢 本来就挺高的 还给你做了一个掏空的设计 然后坐垫呢 也没有为了说 让后排空间看上去更大 而继续给你偷空间 整个腿部的承托还是很好的 有一个小细节的设计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中央风手箱这块 给你做了一个纸巾盒 你按这个按键 会把它拿下来 然后纸巾呢放在这里边就好了 关于第三方面的提升呢 也就是关于驾驶辅助方面的 如果你买的不是最低配版本的话呢 你是可以选装 智驾包还有智响包的 这两个水晶包呢 是提供了地平线 正程三的芯片的 按照官方的说法呢 是提供了一个2.5级的加持辅助 虽然它叫做L2.5啊 但它实际上还是一个L2级的水平 相较于L2呢 它是多了一个打灯自动变道功能的 也就是说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呢 这款车是可以实现自动变道的 说这套系统呢标定还是比较保守的 只有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它才会完成这样的指令 在完成这项指令之前呢 仪表盘会先显示一个车道线 然后车辆再会执行变道的动作 如果你打灯的时候呢 它没有完成自动变道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需要关闭转型灯 然后再重新尝试 它不会说等到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之后 再去自动进行变道 我觉得在传统的L2级驾驶辅助里边呢 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 是车的保持功能 基本上全程可以在车道的正中央行驶 即便是你遇到一些 曲率比较小的弯道的时候 在跟车方面呢 即便是你把距离调到最近的那一档 我觉得离前车还是比较远的 根据工程师的介绍呢 这是一个偏向于安全的标定 这个标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样容易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你容易被插队 那么在跟车时候的加速和减速方面呢 我觉得加速做的还是挺好的 非常柔和 但是减速呢 刹车的力度就来的比较强了 无论是你接近前车的时候 还是说有前车突然插入的情况下 刹车力度都是比较大的 这个也是一个偏向于安全方面的标定 但是在舒适层面上 我觉得还是有待提升的 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啊 我驾驶了改款前的版本 也就是哪吒U Pro 那款车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油门踏板太轻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阻尼力矩 这样呢会带来两个问题 一是整车开起来缺乏质感 二是呢不太好容易控制车速 也就是说开起来这个油门啊 它比较贼 长时间开的话呢 右脚就是容易累 那么在新款车型上呢 这方面得到了一点点的优化 但我觉得还有比较大的停车空间 因为油门依旧很轻 如果你买一辆车车U的话呢 我建议你把驾驶模式调到经济模式 这样的话呢 你给一个比较大的油门输入的时候 比较强的动力才会带来 这样的话呢 你就比较容易控制车速了 另外提升比较大的部分呢 我觉得是刹车 之前试驾老款U Pro的时候呢 我觉得刹车有时候 伸一脚前一脚 但是现在的刹车呢 我觉得做的是 比较线性的一个状态了 至于在底盘方面呢 我觉得变化是不大的 依旧是一个非常偏向于 舒适的取向 我觉得以它的定位而言 这样的调调方式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 没有解决 那就是换挡旋钮周围 这三个按键 就是在白天开车的情况下呢 这三个按键反光会比较严重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开这款车 或者说对这款车不熟悉的话呢 你可能不知道这三个按键是干嘛的 所以我建议啊 把这三个按键的背光调亮一点 就会好多了 其实呢 我觉得哪吒U的最大竞争力 不是它的颜色 也不是它的车机 也不是它的驾驶辅助 而是这款车的用料特别实在 比如说在这个价位里边 它居然配置了全车的多层夹胶窝里 然后在空间布局方面呢 也是要好于安安外和原Plus的 虽然安安外的后排空间也很大 但是安安外有点偏颗 就是把太多的空间都给你留在后排了 导致后备箱空间有一点小 而轮达U呢 就是比较均衡的一个状态 在底盘方面呢 轮达U的后脚是多连杆的 这个也是要好于安安外的 比较常用的感应后备箱呢 轮达U在中配车型上就给你标配了 而原Plus是全系都没有的 在三电方面呢 我身边的这台 轮达U配置的是一个80多度的大电池包 电机方面呢 有170千瓦 这两项数据都是要好于原Plus和安安外的 如果你的预算呢 在15万左右去买了辆纯电SUV的话呢 我建议这三款车你都去试驾一下 说不定会有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